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突然定到了电影 少年的你 在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 以一匹黑马的姿势 在这样的一个平淡的档期里 获得了很不错的评价 本部戏 无论是幕后的团队 还是演员本身演技 以及剧情 可以说都是看点十足 看点一 齐悦与安生 原班导演幕后阵容 首先 该影片的制作班底 都是原先齐悦与安生的原班人马 包括导演曾国祥 以及幕后团队 从契约与安生当中 掌握第53届金马奖双赢后 我们就不难看出 制作团队的班底 是非常扎实的 看点二 杨千玺首部处女作 CP周冬雨 另外演技方面 是由周冬雨跟杨千玺 分别主演戏中的陈念和小北 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 杨千玺第一次主演的电影 就是这样的一部 校园题材类 想必对于他的粉丝来讲 应该也是非常的期待 而周冬雨平时 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性格 都是大大咧咧 活泼开朗的 不过在剧中的陈念 是一个非常内向拘谨的小女孩 不知道她会怎样去驾驭 这样的一个角色 高考完了 你就变成大人了 但是 从来没有意见可教过 如何变成大人 看点三 校园霸凌 现实主义题材引发关注 对于这样的一种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以校园霸凌为对象 来反映现实的电影 非常容易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并且少年的你 在戏中的叙事非常的好 没有那么多的拖泥带水 非常有灵魂的剧情 也是能够让观众 感受到那份真实 可以说 在这几个方面的衔接上面 能够看得出来 导演还是非常有心的 有的时候 电影就是另一种人生 这也使得很多的人 能够找到共鸣 这样的一个 无论是导演幕后团队 还是剧情 以及演员阵容 你确定不去看吗 你长大以后 他会再见 对不对 香港人生 在个人生 而视务 时能够存在 在入门中的